節目中所提及的症狀期成因及相應療法 因人而異 觀眾有問題請諮詢醫生 這張震驚十三億人的藥方 一劑就醫好? 轉發可以救到很多人? 不是吧 每天做這三個動作 可以延長十年命 網上來超簡單的健康資訊 隨手按按鈕就能看到 但這些磁體會後悔一輩子的內容 有多少成是信得過的? 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醫館 Cindy, 我覺得今天的大日子 有點口疾 變得很靈 這麼快? 沒那麼快 代表我們全廠男同事 我覺得真的要大聲疾呼 好, 我們僑守二代, 終於等到今天了 行了…讓你繼續介紹她 你這麼開心 讓我們介紹 娘娘, 杜小喬和杜晉斌, 是嗎? 大家好, 榮佑 你這麼開心, 你坐過去坐吧 也不需要這樣 也不用… 那邊有小檳子事後 今天在娘娘旁邊, 我就是小檳子 所以你不要過來, 你給我一個位置 我等了很久 今天我們要談談一些健康資訊 其實兩位多不多留意一些健康資訊 或者娘娘會否多留意美容方面的標題 美容來說, 就不特別主動留意 但有時候, 你知道社交平台 經常都會出現出來 有時候, 周不時都會看到 吃甚麼好, 用甚麼好 穿甚麼好, 會漂亮一點 也會看看 Ben呢?Ben多不多 我有, 我專門看整容的 是嗎? 對 看完才能分辨得到 你跟著走過來的… 真是假嗎? 真的是假嗎? 很厲害, 我遠遠看到的 是真的假 是嗎? 有些人一邊掌一邊假 但我們談到今天這個話題的時候 其實這個病… 很多人說女性有這個問題 會比男性多一點 但不代表男性沒事 我們一起自我診斷一下 是嗎? 精狀一, 面部有蝴蝶狀斑 精狀二, 關節痛 精狀三, 口腔或嬰喉悔陽 精狀四, 眼乾 精狀五, 手指或腳趾 遇冷或有壓力時會變白色 之後再轉為指藍色 第一個精狀就是 面部有蝴蝶狀的斑 大家有沒有聽過這方面? 蝴蝶? 有試過這個狀嗎? 我聽過這個蝴蝶狀好像有蝴蝶狀的東西 在你臉上, 是嗎? 就是這樣, 紅了 像一塊一塊 很漂亮 還有一個裝飾 好像塗的煙絲一樣 對, 很漂亮 Halloween的那種 不平均地紅, 或是泛紅 這樣未必是一件好事 我覺得是不平均的 是的 第二大的症狀就是… 很多人都會有的, 關節痛 這個關節痛 這個你有, 是嗎? 我經常不明白是天氣 是年紀, 還是… 可能小時候做運動的舊玩 但是有的, 來不時會有 不過不是劇痛, 基本一點 很多時候就是… 很多年沒見, 想不到你有關節痛 關節痛 第三大症狀就是口腔或咽喉 有些潰瘍, 有些潰瘍痠了 這個有嗎? 比較少 我偏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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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什麼都問你, 蔡醫師 我說小喬好像什麼症狀都有 不要緊…我們再看下一個 小喬想看下一個 不過我沒有眼乾這件事, 沒問題 是嗎? 眼淺有眼乾 眼淺有, 我也好像有點 最後一個症狀就是手指或腳趾 遇到很凍的時候或壓力的時候 會先是白色, 繼而轉為紫藍色 紫藍色? 有這種狀況嗎? 遇到壓力, 不是凍傷 好像是塗紙及油才會這樣 其實這個要留意一點 我們剛才說遇到凍的時候 或者遇到壓力的時候, 會變色 這個壓力不是手指按 而是精神上的壓力 如果精神受壓時, 指甲會變色 壓力大到指甲變色? 對 是會的 你交四次睡都不會 大壓力到這個地步, 是嗎? 有些人交一次就會 你有試過嗎?小喬 我有剛才說的某一部分的症狀 那怎麼辦呢? 你覺得是甚麼病? 猜猜 大家會覺得有這些病? 而我又有這個病, 剛好有 這是否大家也想知道的紅包 那可能小喬本身就知道了 沒錯 你覺得是甚麼病? 我以為是鬼上身或是時運低 也是, 精神狀況上 我經常都像鬼上身一樣 真的嗎? 會變得很厲害 會否突然… 會否突然有四眼睛, 你會很喜歡嗎? 不會吧?沒有這種病症吧? 好, 其實可以回到我們的正題 其實我們今天說的這個病是甚麼病 Cindy 就是紅斑狼瘡 網上還看了一條題 就說看自己的指甲 不是膠夾 看自己的指甲 就可以知道有沒有紅斑狼瘡 眼睛就是我們的靈魂之窗 而指甲就是健康之窗 指甲除了可以塗和剪 其實還可以反映你的健康 網上就有人說指甲反映健康 連紅斑狼瘡都看到 指甲也可以反映你有沒有紅斑狼瘡 你有沒有聽… 沒聽過 不知道 我聽過, 但它屬於天生的 自身的免疫系統受損 而有的這個遺傳病 今天的標題好像有點令人驚訝 我們看指甲 知道自己有沒有紅斑狼瘡 關於這方面的話題 我們首先邀請到丁浩宗醫師 跟我們講解 謝謝 謝謝丁醫師 你好 丁醫師 還有研究說 在香港患有紅斑狼瘡 就約佔0.1%的人口比率 大概有7000人左右 另外我想問問丁醫師 其實是什麼紅斑狼瘡呢 其實是一個自身免疫系統的疾病 典型的臉上有個蝴蝶斑 一個系統性的紅斑狼瘡 會出現一些腎炎 或者影響到心臟機能的問題 從中醫角度看的機理就是 本身有一個乾腎陰虛的情況 就會有些虛火上來 再加上外界的陽光日曬曝曬 或者飲食不節 內裡就會傷了我們的狀腑 在外在就會傷了我們的肌膚 現在年輕人的一代 我們很晚才睡 我們晚上在處理很多事情 關不關事嗎 這些會關事 尤其是香港人特別 壓力大 精神壓力很大的時候 我們的肝氣容易屈結 容易出現屈火 飲食不定時的脾虛 脾虛也會令我們的肝氣受影響 知不知道指甲是反映健康 或者是甚麼情況 又會顯示到甚麼呢 有沒有這方面的資訊 我當時因為… 我真的有這個病 當時刀刺生得很頻密 還有很多血絲 在指甲就生刀刺嗎 不,指甲邊這些位置 就是月牙這些位置 生了很多 經常處於一個準備流血的狀態 應該是一個健康不好的指示 準備流血的狀態 對,因為你經常忍不住 不會撕的 她說很多 你意思是她的血是滲滲預鼻流的 對,長期處於人家的眼睛紅紅 她的手指甲紅紅 你有沒有懷疑自己是撞邪 如果是這樣,我會很害怕 沒有… 你是甚麼問題?Ben 我沒有,我的指甲沒問題 這裡很嚴重… 網上也有很多不同的圖片 說紅斑狼瘡會有怎樣怎樣的 指甲的東西 其實我們也準備了一些圖片 大家一起看看 第一幅圖,大家看到 整個指甲是腫起的 整個指甲有一點彎彎的感覺 我們看看第二幅圖的時候 簡直有一點黃黃的 灰灰的感覺 第三幅圖有些坑紋 橫橫的坑紋 第四幅圖是指甲是跌起的 大家覺得哪一幅是代表著 跟紅斑狼瘡有關的指甲 我又有這個經歷 我有第三個經歷 很多坑紋的那個,橫橫的那個 但其他那些我又沒試過 這個… Ben,你覺得… 因為我現在感覺好像在弄牆紙 甚麼花紋之類 但我想紅斑狼瘡 說到這件事好像相當嚴重 應該是第二的,它很煤烈烈烈 因為紅斑狼瘡 我道聽圖說是跟免疫力有關 但應該免疫力差 指甲也可能沒甚麼形容 我只是猜,純粹猜 好,不如我們開猜吧 其實答案就是第四幅圖 好像湯匙一樣 丁醫師,你對於這方面有甚麼評價 其實第四幅是挺典型的 磁狀的指甲 我們說磁狀的指甲 很多時候在紅斑狼瘡患者 都會發現,但不是每個人都有 對,我沒有 不是每個人都有 除了紅斑狼瘡的人有機會有 更多出現的情況 就是在缺帖性貧血 另外,跟很多家長也要說聲 如果發現自己的嬰兒有磁狀的指甲形態 就不要馬上帶她去看醫生 她會慢慢變成正常形狀 明白 不如我們問問兩位嘉賓 你們覺得指甲反映了健康 甚至可以看到紅斑狼瘡 這條題是否正確呢,小喬 應該不只是看指甲 要看很多其他東西 例如關節 我自己自身,她不用關節 你壓力,有沒有其他症狀 例如脫髮的症狀 明白 我贊成小喬 你真的嗎 我看不完,看不完 你不可以以偏概全地 只看指甲就說 你有甚麼病 那我也可以做到醫生 就是,不行 他上網自己搜尋 又說自己有病,不行 丁醫師覺得這個標題 其實是否正確呢 這條題又不可以說錯了 我們不可以單純指甲這部分 去看確定我們一定是有甚麼病 其實指甲出現異常 就像流鼻水一樣 可以是傷風,可以是感冒 所以一定要結合其他東西 其他方面的因素 去進行診斷 明白… 雖然指甲可以反映健康 但每一種指甲都可以反映幾種病 所以指甲反映健康 連紅斑狼瘡也看到 這條題適合了一半 沒錯,其實也有研究顯示 紅斑狼瘡的患者 其實以二十歲至四十歲的女性為多 男性其實佔十分之一 不過也有研究說 黑人和黃種人的比例裡面 比白種人要比較多 所以換言之 亞洲的女性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我是黃種人和黑人的混血兒 所以… 是嗎?你黑在哪裡 是嗎?穿了衣服,看不到 原來是這樣 原來是這樣 有關紅斑狼瘡 其實還有其他症狀 還有其他網上還有其他傳聞 稍後回來新醫館繼續探討 好 待會見 我曾經看過一本外國的書籍 說關於紅斑狼瘡症病人的飲食建議 這本書裡建議他們日常飲食 就要低脂、低鹽 以及減少動物性的蛋白攝取 這種飲食方法 可以令免疫系統不會過分活躍 以及減低腎臟的負荷 歡迎回來新醫館 我們繼續我們今天的話題 就是說紅斑狼瘡 好奇想知道 小喬,你當初是怎樣發現自己有這個病 因為做了這個工作 你知道經常要對不同的人 可能我自己生活習慣以前 不是對那麼多人 也不需要說那麼多 對於我無形地做了很多壓力 最初我怎樣發現 就是我去不了水 我喝了很多水 全天都沒有去過廁所 然後小腿開始這樣 一邊漲,一邊漲,漲到大概兩倍 然後我去看佳症 抽了40支血之後 他就告訴我 你應該可能 也有很大機會有紅斑狼瘡 就是去不了水 關節痛 以及腳痛 收身痛 在腳腫 我想問是否只有女人有 不是的 不是,男人也會有 因為我聽說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通常是女士有的 這個叫美人病嗎 有個別稱 即是攝影機,男人也會有嗎 你有嗎?沒有人嗎 我是攝影機的 不是,因為他們說甚麼 男人就不要妙要有 但如果有… 很大的意思 對,基本上死了 不會死的吧 有這個說法 沒有死那麼誇張 沒有死定 但比女性的患者有機會嚴重 對,因為男性比較少會出現這個病 但如果有的時候 近代研究也指出 男性有這個病的時候 容易會涉及身體系統性的病變 甚至紅斑狼瘡引起的 腎炎的機率會高很多 如果真的有的時候 那就要及早干預 我也很想問一下嘉賓小喬 其實當時有這個問題 當時是否很辛苦 對,因為我長期處於情緒不穩定的狀態 然後你知道女生很貪美 一梳頭脫了一堆頭髮 很害怕 是很害怕的 而且有一件事是最辛苦最辛苦 每一招起床 都好像被人打了一身 真的打了一身 全身骨痛 嚴重的關節痛嗎 對,這些位置… 然後我不要… 我被鬼窄也會 我沒有被鬼窄 Bank,病一輩子,不好意思 對… 每天都好像很累 其實我活動量不太大 但長期處於很疲倦的狀態 然後經常都無緣無故 三口很痛 持續了很一段時間 我相信任何一種 小喬有的都很辛苦 尤其是尾段 我聽說跟一般皮膚病很難分辨 如果有剛才你說的某幾種病徵 我自己也不知道 如果我以為是皮膚病 可能我只不過去藥房買藥膏 塗一下就算了 那我如何分辨到 究竟我的叫做紅斑狼瘡 還是一般的皮膚病 醫師… 看看紅斑的形態是怎樣 幾個方面去看 首先紅斑的形態 分佈的位置會否特別… 最典型的胡蝶斑 在鼻樑開始向兩邊的拳位 會有紅斑 有 這些也不是每個人都有 這是其中一種狀態 然後另外一些就是手背 經常被太陽曬到的位置 會特別多 剛起的時候 可能小顆粒 慢慢會變大 但它的界分很清楚 有一個圓盆或盆狀 中間會比較低,側隙高一點 甚至有些輪舌狀 好像在臉上有些毛毛 你有試過嗎 有,在腳上 對 但這些是否大大 有大有小 可以很大 亦可以像一粒酒米一樣 即是一人而二的 有大有小的 對,一人而二 皮膚敏感的 很多時候一咬 就會變得很大大 就會浮起了 過一會兒它自己又退回 這就是形態上的一點不同 我想問,其實是否有根治 現階段大家都比較保守 體質上的 我們會說可以調整體質 對,但是否完全根治 不會再發生這件事 我相信都沒有太多人 可以寫到包單 還有一件事想問 因為我經常有腳腫 有這個病的時候令我腳腫 我經常去做按摩 我想問有甚麼穴位 是我自己可以在家裡按摩 又可以舒服一點 舒緩一下 我們會介紹一個叫做 陰靈泉的穴位 找起來很簡單 沿著小腿內側 這條骨 我們叫做勁骨的後緣 這樣一路順著推上去 突然間會有一個位置 被骨頂著 推不到 那個就是我們的陰靈泉 這個穴位 都是幫助我們身體 可以容易去到舔水 改善我們的脾胃功能 例如按多久,怎樣按法 其實都是由輕力到大力 自己能夠接受的力度 可以進行… 按下去之後 可以進行一些環形的運動 一些游按的手法 你說刺激多久 一般來說可能半分鐘、一分鐘 都可以 通常在網上看到別人都說 你數三百下 你都沒有甚麼心情去數 大概預料時間 按一會 然後再按下別人的地方 一直按下別人的地方 可以…可以這樣做 另外,我在網上看到 如果患有紅斑狼瘡的人 不適宜用化妝品 但你經常用化妝網去做 我經常做事都要化妝 有觸碼,臉又橫,好像很財 那怎麼辦,醫師 這個在選擇方面要小心一點 第一,防曬一定要做得好 尤其你經常要塗防曬的時候 對皮膚刺激性一定相對較低 在品牌上 我想小喬應該清楚很多 有很多,有很多可以介紹的 對 醫師,我們有否說 需要避免吃甚麼會比較好 對於這個問題來說 首先按照體質上 我們會減少吃太寒涼的食物 這個很基本在體質上的考慮 而看這個病 我們會避免進食一些光敏感的食物 即加強光敏感的機率 的食物 例如無花果、香芹等類型的食物 但雖然說避免 每個人對這些食物的反應 都會有點不同 有些人吃了 對光過敏感的程度 也沒有太大改變 也是可以吃的 對,所以看你吃了後的反應 因為本身有這個病 你也儘量避免自己去佈曬 接觸太多、太強的紫外線 你吃這些食物時 留意有機會發生這件事 如果吃了,留意身體有甚麼變化 如果沒有,平時也可以吃 不過不要吃太大量 對,你也要吃 神龍士一樣 對,我們就是紫外醫師 今天感謝丁醫師 為了我們講解了 很多不同關於紅斑狼瘡 沒錯 沒錯 我們感謝兩位嘉賓 Ben和小杰 謝謝 謝謝 另外,我相信各位家庭觀眾 都要留意一件事 我們說到一個病 能否跟治時 我們從中醫來看 說病因和病的肌理 譬如紅斑狼瘡這個病 我們也知道可能情緒會影響 我們就會由情緒入手 不要太大壓力 不要太大壓力 平時我們放鬆一點 放鬆一點,香港人 最重要是多看我們新醫館 因為醫學留言,沒有網管 拆解全靠新醫館 再見 再見 Kendy,你不是說做運動嗎 為甚麼玩手機,還玩得很寒負 昨天我睡在乳頸 沒甚麼心機做運動 所以就玩手機 不准玩手機,我先替你代替他 讓我教你做一個伸展的動作 令你的肌肉鬆起來 好,來吧 好 這裡有一條健身帶 很簡單,你兩隻手捉住它 然後打開雙手 手指向上,然後向前走呼氣 對,你會看到兩隻手 會向後摺起 這時候應該感覺到 肩膀和胸部的肌肉 都會有拉緊的動作 有感覺 這就是伸展你上胸 好,然後你吸氣,向後走回頭 重複做,做五下 做五下 呼氣向前,吸氣向後 如果家裡的朋友沒有伸展帶 用毛巾做也一樣可以的 我很簡單地拿著毛巾 然後跟Kendy做的動作大致相同 她向前走,就相等於我舉高手 呼氣,放下來,吸氣 去,給點力,呼氣 回來,吸氣 也一樣有把上胸、胸口拉開的感覺 有些人如果睡覺,打側睡 整天的胸口都是摺起來 這個動作就會有很好的舒緩效果 好像真的比較鬆 好,那別只顧著玩手機 快點做運動吧 好